哈喽大家好 我是菲律宾的华人的名单 我说菲律宾了 最近有网友说叫我拍些妹子 但是妹子的话你又要她吃饭 又要花钱 我现在的话我哪有钱拍妹子 目前还没那个条件 我们现在看一下 哈喽 看下菲律宾外面的外景是什么样的 现在疫情下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大多数网友 他肯定是喜欢我这个 他外景啊 因为他不喜欢看人 像尤其是像国内的一些网友 其实我刚从那个 门口出来之后呢 那有好多消灭车 他们是这边呢 没堵为强啊 这边的话就是平民窟 这一块里面全部都是我以前拍过的 然后这边呢进去就是个菜市场 进去的话里面就是个菜市场啊 像这种话都是这种小巷子 小巷子的话不安全 这边呢是卖出装的 还有这里的话是个小巷店 很当地的小巷 我们现在就到这个菜市场 现在菜市场呢 是中午的12点 所以好多卖肉的卖虾的回家了 咱们怎么办呢 卖肉的卖虾的回家了 咱们怎么办呢 然后因为大家之前都看我拍这个菜市场 看了很多了 估计大家都看乏了啊 所以的话我就没有继续再拍这个菜市场 现在疫情是什么情况呢 不要的话 在这里啊 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打篮球啊 在这里打篮球啊 所以阿BJ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篮球框呢 住在这个桥梁中间的 桥梁中间的 这里是条小巷子啊 我大家 不要担心这个危险问题 安全问题 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安全问题啊 因为 我在这一块的话住了将近 很久了就是 然后他们当地人的话也认识我 还有的话他们会把我当成当地人 因为我不住在马卡林那一边 他们会把我看成这个当地人这样子 安全的话是安全的 再一条 再一条像我这样戴口罩 破被染病了 实际上是不会的啊 但是这像染病的几率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当初刚封城的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住在马卡林那里啊 就是我朋友回国了 我住在他家里面 那段时间呢 我是没有出来 我搜索这个 菲律宾的信息啊 都搜索不当 不像你们现在可以看到 有人在 外面拍视频给你们看 我当时的话一点信息都没有 就是每天在家里面待着 后面呢 我来到这里以后 我住了这么久 因为当地人的话 他们就 没有把这个疫情当回事了 他们就做着样子 出门的时候戴下口罩 不出门的时候 还是就不会戴口罩的 所以的话 就习以为常了这样子 然后我跟他们 一起相处了这么久 然后的话我也就 就被他们给同化了 差不多这样子 现在我已经被他们给同化了 差不多觉得这个疫情呢 有没有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当初在马卡丁那么紧张 觉得自己会 得这种病呢 服不了我 实际上外面呢 我们出来走走的话 你会感觉到不一样的 并不像你在屋里待着 每天想着这个疫情这么严重 这样的话时间一久呢 你就会得意欲证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赛事场 我要把点东西回去了 然后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菲律宾的华里林 菲律带领 我说菲律宾呢 哈哈哈哈